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他有个多边形 其实这个多边形 那这边有个90 特别注意 如果你在画多边形的时候 他会问你说 你是要 一个内接或外切 或者是一个边的时候 那如果说呢 你是前面有很多我们都是边 那会用边主要是因为他已经给我们底边的距离了 可是这一题不是给我们底边的距离 而是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那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呢 他这个多边形的如果你要画的时候呢 你就要把他当成什么 一个内接的内接的一个多边形 为什么一个内接多边形的话呢 刚好就可以 把他当成这边 他的距离就是 45了 也就是说呢 你内接之后 然后呢再给他一个 这个中心点 然后往这边这个方向呢 给他45 就可以画出 这个外面的 多边形 才可以做得出来 否则的话呢 这个地方他没有一个底边 没有底边的这个尺寸 那做完毕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画什么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这边有六个像这样的一个 弧 实际上是一个圆 我们画一个圆 那圆的那个半径他给我们10 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地方 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之后中心点取这里嘛 对不对 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有六个 像这样的圆 那再来的话 画弧 这外面这边有弧 对不对 那这个弧的部分的话 你也可以 从这边 一 二 它是一个半圆 所以呢你的角度 可以给180就好了 给他180 他就会形成一个像这样的半骨 然后把 不需要的线段修剪掉 那我想这一题 大概就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最后还有就是注意一下这边 对角线 要给他两条线 OK那我想这里 各位先试着画画看 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刚刚讲过 我们先画多边形 多边形 他这边有 这边多边形 点一下多边形 他问你说几边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输入6 因为6边 然后他问你说你是中心点还是边 那因为我只知道中心点到 那个等于他的半径 所以你点一下 那这边特别注意是 内阶语言 内阶语言 然后把它往右拉45 因为45刚好两边就90 OK 接下来的话能画线 画线把那个 这个香蕉 水平线 跟这个对角线 先把它接在一起 把他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之后的话 再画圆 那画圆 我就从这边画一个圆 为 10 OK 那 再来的话呢 我希望做出来的效果 类似像这样 因为我将来是要做 环形正列 所以我只要做出什么 做出一个这样的形状 再加上一个这样的形状 就环形正列 总共6次之后呢 就可以 做出我要的这个结果来 不然的话 一般你要做的话 做两次 怎么怎么 因为你第一次可能要做 这个的环形正列 然后再 再333 然后再做什么 这个胡的环形正列 要做两次环形正列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只要 只要一次环形正列完成的话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的 先 画出 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再画出这样的形状 就在环形正列一次就搞定了 那只是这样一次会比较 效率很高了 可是稍微复杂一些些 至于怎么做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我画这个圆之后 把这个圆再把它复制 从这个到复制到这边来 两个 接下来我再做 绘制那个胡的动作 那我已经知道 它是一个半圆 所以起点终点我给它角度 起点在这里 终点在这里 角度呢 180 刚好就是半圆 OK 好 那再来 因为我需要的是 一个 因为这边已经有了 可是另外一边我不知道 所以你按右键 重复 起点终点 半 角度 在这边再画一个什么 再画一个 180 的一个 胡 那这个胡主要的作用是 我要删掉这条线 我才知道说到哪里 对不对 所以我修剪 空白键一下 这条线 这个胡主要用意是 我修剪 这个口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口出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另外一边 其实这个 这个胡的作用就可以把它拿掉 因为这个胡主要我要知道说 它到哪里 Delete掉 再来的话呢 这个胡 我 把它修剪 这个胡要到哪里呢 这个胡 其实我只要 这边不要 然后到哪里 这边也不要 只要留这一段 对不对 那另外这个圆 也就功成身退 这个圆主要做的是什么 我要知道它到哪里嘛 对不对 这边的 长度 那你会发现 这个胡 跟这个胡就做出来了 对 那做出来之后 我可以怎么 环形正列 然后选这两个 空白键 中心点在这里 再来呢 数量的话 六个 360度 Enter 再Enter一下 这一题就做出来了 有没有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这一个 多边一起 因为这个题目好像是虚线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它改为虚线 自己再找一个虚线 比较像的也可以 然后空白键一下 那凸出来这个线段 修剪一下 把这个凸出来的线段 稍微修剪 因为它没有要凸出来 它只有 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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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的这个地方 OK 好了之后的话 其他部分呢 各位在自行做一个标注 比如这边的话标注一下 这边有一个线 这个从这边 到这边 是90 把这个90把它标出来 颜色的话自己来定义一下 还有它那个什么呢 它的半径 标注里面也有半径 那就把这个半径给标一下 标一下 看标到这里面来 尽量跟 我们这个书上 这个这个讲义书上面的 越接近越好 OK 这里我想 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刚那个 环形正列 可以两次 但是也可以一次就完 一次的话 会很有效 尤其是你们那个 图比较复杂的时候 就不需要在那边 做很多的 删除线段的动作 这些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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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